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師卑 大家好 同學問到說 可以拜香火嗎 也就是說 我們會拜神尊 那我可不可以到馬祖廟 求一個香火 來放在家裡 來拜祂嗎 那顧問的回答是 當然可以 那在我們的馬祖信仰文化當中 在我們的祖先 都是過台灣海峽 過這個黑水溝 由大陸過來 那時候過來 大家的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 不是每個人 可以雕刻一個金尊 神像來抱過來 大部分都是會去梅州 求個香火 然後帶這個香火回來 到台灣來 然後開始呢 平平安安的 然後再把香火呢 拜祂 就拜這個香火 當中神尊一樣的拜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很多廟 他開始呢 開始蓋這個廟 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有些神跡 那個神跡什麼 就好幾個廟都會講到 那因為某個人呢 因為有去梅州 求一個香火 然後他呢 就拜這個香火 晚上呢 看那個香火 就花光 有很多神跡 那從此呢 就趕快去柯神尊 來拜拜 我們都會聽到很多的廟 它的起源 跟拜香火 有關係 跟香火帶有關係 所以我個人呢 認為 我們應該可以拜這個香火 那就像呢 我們YDN 有那個 所謂的宿別症 祈福宿別症 馬祖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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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也告訴我們 這個神像呢 可以把它掛在客廳 然後你回家的時候 看到他 馬祖媽媽我回家了 馬祖媽媽我要去上班了 你也可以去拜他 他的意思說 主要是神問 神物 你非常虔誠的去拜他 他自然呢 就有靈 就有神機出現 所以我個人認為 可以拜香火 香火 因為我們早年呢 去當兵啊 阿嬤都會幫我們求一個香火 那放在身上 我們的神動物放在身上 有那種安情感 那久久是回來以後呢 這香火呢 就馬上掛在我的客廳 那自然自然我看到他 就有種尊敬 那懷念 他就像阿嬤的愛 香火就像馬祖的愛 都在保佑著我們 所以香火是可以拜的 因為台灣很多的廟 都是因為 看到香火花光 然後開始呢 這顆那個神尊 安那個神明 開始拜拜的 啊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顧問的回答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煩慈悲